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你们妖兽一族积累了无数年的野心和欲望 终于在这个纪元得以宣泄 至高神的意志并没有说错 你们这群卑微的生命题 终究还是藏着一个不安分的心 不将你们这一脉永远镇压 我等身为修炼界的一分子 又有何颜面居住在这昆仑之间的 心腹当中呢 享受着整个昆仁神道最优质的修炼资源 到头来却是连你们这些叛逆分子都无法平定 那个新上任的首席长老义正言辞慷慨其昂 却是讲出了一大段屁话 当这个家伙话音刚落的时候 徐阳已经露出了冰冷的沙意 肖香 这个刚上任的首席长老 应该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肖香面色平静点头 徐阳露出了微笑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下一刻 徐阳本体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首席长老的背后 抓着他的后脖梗 直接将他提在了虚空之上 近千米的高度 然后只一瞬间 周遭更多修炼者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而当他们重新将目光锁定在虚空之上的时候 这才发现 义正言辞 抨击妖兽一族的首席长老 此时已经沦为了徐阳手下的阶下囚 怎么样 这个高度你喜欢吗 你所拥有的所有修炼底蕴 到底能不能保得一命 就看你的造化了 徐阳全程面带微笑 将眼前这个刚刚上任的首席长老 拥有昆仑仙巅峰境界的顶级强者 连个屁都不敢放 真的没想到 这个首席长老骨头也是够硬 徐阳怎么可能惯着他 与此同时 一掌掐在这家伙脖子上 当场废了他的说话能力 而后以强大无比的灵魂威压 顺着徐阳瞳孔当中的血色光芒释放出来 在极短的时间内 便占据了眼前这个首席长老的灵魂世界 一脚便将这个被封印了所有修为的首席长老 直接从千米之外的云顶踢了下去 赶快保护首席长老 那边两百多人阵容当中的烟雨皇族长老们 纷纷行动 一下子出动十几个人 想要尝试去接住他的身体 尴尬的是他们很快发现 这首席长老不光是被封印了修为 连带着他身体周围 竟然还裹着一层金色的流光 正是徐阳天使一脉的传承之力 将这个家伙身体外围进行了二次封印 由这套天使之力加持 方圆百米之内任何力量 都没有办法靠近首席长老的身体 看到这样一幕 带领着两百多长老出现那几个老家伙 纷纷闭上双眼 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名长老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不过转眼功夫 他就被摔成了一滩肉泥 面目全非 而后 又因为他体内生命力迅速消失 被徐阳封印在身体外围这道金色光芒 很快便将这首席长老的一切骸骨和气息 完全炼化成虚无 这个人仿佛自始至终 都没有出现在燕玉皇朝当中 就这样凭空的蒸发掉了 天哪 这样的修为怎么是我们能够抗衡的呢 诸位长老 意下如何 这种级别的强者 就算是当今掌门师兄 也曾经败在他的手中啊 如今这个叫徐阳的家伙 带领几十万妖兽强者 入侵我们燕玉皇族的先父 难道就只能任凭他在这里肆意妄为吗 原本这两百多个长老及强者同时出手 想要在徐阳前卖一拨面子 徐阳根本没有任何对抗能力表现出来 索性不再继续出手 而是傲力于云巅之上 以俯瞰的姿态 扫视这些燕玉皇朝的老家伙们 我唯一能让步的地方 是我麾下这些强者们都会保持观望姿态 不管你们燕玉皇族出多少个人 和你们对抗的 只有我徐阳一个 其中两个老一辈修炼长老 真的忍无可忍 当场暴怒凌空飞起 他们已然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就是要在徐阳面前争一口气 徐阳仍旧是之前的程度 冲向自己那两个老家伙 并不是什么重要之人 徐阳便没有任何留守 凭空挥了挥衣袖 不知何时 一道气息无比强大的太极图腾 凭空出现 直接将这两个老家伙 以法则之力轻而易举的绞杀 变成了虚无 面对着这两个不自量力的老者 自寻死路 徐阳果断予以杀鸡敬猴的策略 果不其然 这次强势出手镇压之后 剩下的那些老家伙们 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站出来 多说半个不字